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佛教的这个精神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是很值得人警惕的。 那么这种现象我在日本看到,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样子还有一点样子。 这几年去访问的时候,我从三十年前的样子看不到了。 所以我跟他们一个佛教领袖,水湖心震先生谈到, 我说要赶快提升这个佛教的学习,教义经典的学习。 如果不从这上下功夫,我说再过三十年之后,日本的佛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 我这几年在日本访问的时候,我就在基督教里面有人在。 确确实实是能言善变。 我跟他们在日本电视台举行过一次访谈,他来问我。 五十分钟播出,问了我十几个问题。 我一桩一桩给他解答。 解答到最后的体制问题。 他说法师,我们基督教啊,心量很自小啊,这怎么办? 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 我当时就告诉他,我说解决的方法就在你经典里的话。 他说哪一段呢? 我说你们的经典有没有上帝爱世人啊? 他说有。 我说有没有神爱世人? 有。 我说那不就得了吗? 我说你要晓得上帝爱我不爱你啊。 他感觉到很惊讶了。 说为什么上帝爱你不爱我? 我说我是世人。 上帝没有说爱基督徒啊。 他就是说爱世人啊。 我说我是世人。 我爱上帝,我也爱世人。 我跟上帝志同道合。 上帝怎么不爱我呢? 为什么不爱你呢? 你爱上帝不爱世人。 你说你跟上帝唱反调啊? 上帝怎么会爱你呢? 这个牧师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 我到日本打电话他就来了。 是。 施吉穆斯他是个大学教授。 所以还算很不错,很明理。 所以然后我就告诉他, 上帝爱世人是很抽象的。 上帝怎么爱法? 上帝怎么如何爱世人呢? 就是你们这个神之人。 你们这个上帝的信徒。 要把上帝的爱, 从自己身上发阳光大去爱世人。 那就对了。 佛这话是空话吗?这一句吗? 正跟佛教里面佛菩萨大慈大悲。 也是抽象的。 佛菩萨大慈大悲在哪里? 是要佛教里面的传教师。 佛教徒要把大慈大悲 从自己身上发阳光大去对一切众生。 这就对了。 那我说了他福啊。 我说不可以。 这样信仰不就脱开了吗? 你能够爱世人就脱开了。 你光爱上帝不爱世人, 你信仰永远是那么小。 那就错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 你要把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要发扬出来。 不要批评别人的是非人物。 说话,言语要非常谨慎。 所谓是听者, 这个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的, 就会产生误会。 所以孔子教学, 言语列在第二课, 非常重视。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个是德行, 第二个是言语。 一句话说错了, 就跟人结了怨处。 多生多劫都不能化劫, 你说麻不麻烦。 所以佛家禁止西论。 西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开玩笑。 佛菩萨跟任何人接触, 从来不开玩笑的。 这个也一定要懂得。 这是我们讲的很小的事情。 为什么佛菩萨这么重视? 它有原因。 所以一切,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 要常常想到活些。 就是平等对待活目相处。 我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 他不跟我活, 我跟他活。 这才能活得起来。 他不跟我活, 我也不跟他活, 永远没办法。 永远处于对立的状态。 这就错了。 它底下有两个小问题。 请问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报? 这是我刚才讲过的。 果报就是会产生误会。 由误会产生了矛盾。 产生了对立。 到最后产生了对抗。 这个麻烦大。 这是一定要警觉到的。 如何避免。 如何避免? 那你就遵守佛的语音。 实际上一道里面的不忘语。 不黏血。 不齐语。 不握口。 你就避免了。 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底下一个问题。 请问如何用火烧小动物。 将来是否会受火烧的报应。 这是真的。 确确实实。 你用水烧它,将来你在地狱里面也会被火烧。 甚至于,我看好像有一个,最近有一个灵媒附身的一个报道。 它躲在地狱里面。 受这个火烧的痛苦。 它说什么原因呢? 它在生的时候, 喜欢吃烧烤的众生肉。 喜欢烧烤。 现在在地狱,天天被这些小鬼烧烤它。 叫它躺在铁板上,下面烧火。 也像铁板烧差不多的样子。 它在受这个罪。 它说很苦很苦。 透了这么一个讯息。 你要用水烟它,将来你要被水烟。 真的是,一银一卓,莫非千亭。 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可以伤害,再小的众生都不可以。 都有果报啊。 第六, 念佛时分辨发音准不准确, 是否是妄想? 是,是妄想。 因准不准确,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你的心要虔诚。 所以,臣子灵。 不是说因准就灵,因不准就不灵。 不是的,臣子灵。 如果要说,因准确, 恐怕现在没有一个人念佛音是准确的。 释迦摩尼佛距离我们三千年了。 他老人家当时念的什么声音谁知道啊。 传了三千年,统统传的不一样了。 哪里可能有准呢? 就是,所以他这个念了,念佛了。 你看。 这个念佛,因此这些念佛的不一样, 就会变成了个论子。 感谢观看